法治現場給你說法 這裡是正在直播的法治現場 我是洪偉 歡迎大家的關注 廣東汕頭一女子不小心把手機吊在路邊 一名男子越過欄杆 將手機撿走 而此時 女子已經發覺自己的手機丟失 去追趕時 男子面對女子呼喊 無動於衷 仍騎車離開 那麼這種行為 給你把電車的撃毀正常 高尚品德的赞美 与此相对应的 对于减识他人遗忘物而拒不归还的 法律也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 视频中的男子减识他人手机而拒不归还的 女子报警求助 若男子仍执意不予归还 依据民法典985条和987条的规定 女子可以选择起诉要求男子归还并赔偿损失 如果手机的价值较大 达到了侵占罪的立案数额标准 在起诉的同时 可以要求人民法院直接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 关于男子的行为是否构成抢劫和盗窃的问题 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介入 本律师则认为不构成上述犯罪 视频中的男子是从马路边的地上捡起了手机 此时手机周围无人 骨不构成盗窃 至于转化抢劫 则需要使用暴力 胁迫或者其他相对应的方式 出于特定目的 法律仍然提倡 减实他人遗忘物而妥善处置的行为 对于男子减实的行为 我们不应给予否定 但是无论从道德层面还是法律层面 我们都谴责男子减实后的处置方式 法律现场记者报道 如今提升学历和职业晋升 对发表论文的要求不断提高 一些人就瞄准了这些需求 打着量身定制的旗号 承诺给钱就可以发表论文 而这样的行为已经涉嫌构成非法经营罪 杨某今年三十多岁 案发前在某杂志社做论文代理 代理杂志社在社会上征收稿件 随着接触的投稿人越来越多 杨某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 然后很多投稿人都在网络上 或者社会上寻找一些 可以发表文章的这些渠道 从2018年开始 杨某便察觉到 发表论文的需求量很大 而且客户只求收录期刊 网上可查 对论文内容 期刊质量 网上检索位置等 均不做过多要求 他认为就是硬假杂志 也可以满足作者的这个需求 然后同时呢 自己还能赚取额外的收益 随后 杨某便在未取得出版物的出版 发行资质的情况下 在网上化名假编辑 并冒用基层建设 防护工程等期刊名称 在社交软件上发布广告 并承诺 100元一个版面 付费即可发表 保证上传期刊网 通过网络完成收稿 排版 印刷等事宜 都是杨某自己完成的 最后通过他人克隆的山寨网站 实现论文上网 你如何收取代理给你的这些钱呀 微信 快出吧 正规的期刊 它都是公开发表的 我们通过公开的渠道 可以买到这个杂志 然后通过杂志社上 留有的这些杂志社编辑的联系电话 可以和编辑进行沟通联系 然后提供自己的稿件 而不是通过这种社交软件里 发布的这种广告进行联系 尽管期刊质量低劣 但因发刊速度快 审核不严格 加上可提供数据库检索截图 杨某的生意供不应求 从2018年到2021年 杨某非法经营数额 已高达1200元 就是他违反国家规定 对 在没有取得出版 印刷发行资质的情况下 出版印刷的 非法出版物 然后扰乱了市场秩序情节严重 是应当以非法经营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的 最终 杨某因犯非法经营罪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八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 法治现场记者报道 感染新冠多长时间能恢复 如果不胜感染了 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来看钟南山院士给我们的建议 因为现在的调整的话呢 就是更好的注意家庭的 这个个人的防护 个人的防护 那个我们平常所讲的这几大项 那都是要加强的 现在我也发现我们的市民 对这方面的加强是更好了 这是好事 戴个口罩是非常好 因为口罩证明呢 至少能够减少60%的感染 这个情况特别是N95 从全世界绝大多数的病人 还有国内的绝大多数的病人 看起来的 他大概一周左右就可以康复了 一般来说四五天 这个就测定就阴性了 就是他的这个核酸啊 他的载量都下降 他说三天是最厉害 以后四五天就下去了 所以这种情况呢 当他的核酸是阴性以后 就像他一个上感已经改 改好了以后 那就是康复了 发热的病人呢 一般要注意第一第二天 因为现在流感挺多 感冒的也挺多 发烧不奇怪 但是有一两天 没有降低还有的话 这个时候 可以在家里头做自己的 做做抗原检测 要抗原检测 是阴性可以等一等 要是还是有发烧的话呢 到发热门诊去看看 还是需要的 春节就快到了 春节快到 你打了再加强针以后 一般的两周就起效了 这样的话 对我们春节 这个大量的这个 这个人口的这个 这牵动移动 这个是有很大的好处 那么疫苗要起作用 起码两周以后 所以现在是需要 在全国加强疫苗 加强接种的时候 特别是对老年人 特别有基础疾病 假如你接种了足量的疫苗 再加强疫苗 那是比较放心 法治现场记者报道 最近杨过杨康杨迪 成为各大网络平台的高频词汇 网友们用这些谐音梗来调侃当下的疫情 心理医生表示 这是一种积极的认知调整 有助于减缓压力 您怎样看待这些网络流行的谐音梗 其实我一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也觉得我压力就瞬间变小了 当人们在面对 无法改变的事实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选择去接纳它 而我们接纳的方式有多种多样 就比如说那种行狗 然后大家觉得羊了也没有那么可怕 这个的话其实是一种积极的 一种认知调整 放松心态对应对新冠病毒有什么效果 我们的心理和我们的身体的反应 它们之间的话 本身有非常强的一个联系作用 我们就是专业上经常说 我们的胃肠器官 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情绪器官 当我们就是紧张焦虑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有这种感受 好像吃不下东西 它们老想跑厕所拉肚子 心态的放松的话 会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然后会让我们更好地去抵抗这个病毒 我们也许我们心态好了 我们感染了这个 我们都不知不觉的 然后就过去了 我们要试着去接纳我们这种情绪 你看大家都紧张 其实我紧张也是正常的 我现在出不了门 或者是我不太敢出去了 有点意义 觉得有点烦躁 有点郁闷 这也是正常的 我们去揭露我们这种情绪 试着转移注意力 就是比如说我们听听音乐 做做规律的运动 甚至去发明一道新菜 看一场自己喜欢的电影 做做我的工作计划 就是聚焦当下 让我们不要一直被这个疫情的信息所残绕 法治现场记者报道 南洋市委政法委宣传科科长刘昊都 从事政法工作26年 从公安宗志纪检到党建人士 再到如今的政法宣传 变换的是战场 不变的是他为民的使命担当 昂扬的奋斗姿态 刘昊都从事政法工作26年 从公安宗志纪检到党建人士 再到如今的政法宣传 变换的是战场 不变的是他为民的使命担当 昂扬的奋斗姿态 永保对人民群众的赤子之心 是刘昊都始终如一的朴素情怀 在交警岗位 当时他所在的南洋商场港 是当时城区最为繁忙的交通区域 他用行动践行着人民警察 为人民的争争誓言 鼎烈日冒严寒 被南洋市委市政府 授予权势双创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 从事平安宗志工作7年间 刘昊都同样用实际行动 书写着对党的忠诚 刘昊都不仅仅是工作干的出色 在家中他还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 2021年初其妻子身患重病 全年8次住院3次手术 他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 主动履行社会责任 被授予全市第三届文明家庭 市值第一届文明家庭 今年9月还被评为全市第七届道德模范 树立了党委政法委干部的良好社会形象 当时不管是心理上还是身体上的打击 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巨大的 在此期间他一边照顾我照顾家庭 一边还有工作 但是他从没有这样组织提出任何的要求 担任南洋市委政法委宣传科科长以来 刘昊都始终冲锋在前 使全市政法宣传工作的力度、规模、影响 拔得全省头筹 他精准把握新时代政法工作规律 提醒探索出台了 进一步强化全市政法宣传舆论工作 服务省副中心城市建设的意见等系列文件 距离构建四大体系、健全五项机制、完善六项制度 架注其上下联动、条块结合、左右协同 集抓共管的全市大宣传工作格局 党委政法委领导全市政法宣传工作职能 愈加凸显 宣传科也作为南洋市政法系统唯一集体 被推荐为新时代政法楷模候选对象 对待工作他总是说我先上 遇到难题他总是说我先来 执着坚韧、敢打硬仗 这就是同事们对刘科长的一致评价 全传科通过与强制比拼、与快制赛炮 南洋政法历史上实现了四个收辞 一是收辞 中正为到南洋 开展为其三天调研工作 南洋介绍经验 并同步举行全国政法王玄铁云经验活动 身为政法委 法案必要样 二是 收辞 提送 南洋电信作法 到新华社内参 和中央电力带 平安中国赖幕报处 查量南洋政法频道 三是 李氏收辞 荣获 中正为四个一百最高将下 南洋政法新媒体命票 较向全国 并被人民帮聘委全国施打政法委为博敦 四是 李氏收辞 提送 可使通知到中正为卸助工作 因表现犹豫 被聘委全国优秀 粗力能干 必是有为之事 分华不染 方称杰出之人 一如刘浩都给人的印象 低调朴素 不是声张 默默耕耘 余香悠长 法治记者报道 您可以播打新闻热线037165749110 或者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 通过大象热线提供更多新闻线索 我们继续来看 湖南诸州的齐先生夫妇 启得一对龙凤胎 就在一家人高兴之余 龙凤胎中的女儿乐乐 却突然失踪了 这对于之前还沉浸在 喜悦中的一家人而言 无异于晴天霹雳 孩子出生才四天 还在医院 怎么会失踪了呢 家人赶紧报了警 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也由此展开 这就是孩子丢失的房间 外面是一个会客厅 放着一张沙发和一把椅子 里面是两张病床 旁边放着婴儿床 当时乐乐就躺在 这张婴儿床上 我妈就躺在沙发上 然后妹妹就躺在 另外一张陪伏床上面 两个人就可能睡着了 办案民警立即对 医院工作人员进行询问 医护人员都说 他们没有安排人员 带着孩子去做检查 侦查人员调阅了 医院的监控录像 监控画面显示 2021年4月14日 下午3点35分左右 一名女子进入了孩子 所在的房间 穿着很蓬松的棉衣 而且走路的姿态看呢 也跟孕妇的行动姿态是一样的 下午3点39分 这名女子从房间里出来 民警注意到 她手上似乎并没有抱着小孩 警方怀疑这名女子 很有可能就是带走乐乐的犯罪嫌疑人 不仅因为她的举止反常 更重要的是 她是在案发时间段内 唯一进入产房的人 民警立即请齐磊夫妇进行辨认 他们说 这名女子几天来多次出现过 郭磊说 她是2021年4月6日 来到这家医院待产的 4月9日 也就是三天后 医院护士带着一名 挺着肚子的女子来到产房 在郭磊的记忆中 孩子出生的那几天里 这名女子前后来医院 看望了三次 给人印象深刻 这是案发前一天 医院的视频监控拍到的画面 这名女子来到孩子母亲 郭磊住的那间病房 这名陌生女子的身高 在1米70左右 卷发 但因为一直戴着口罩 无法看清她的样子 从医院多处监控中 民警发现了 这名女子来到医院时的画面 只见她左手拎着一个 白色的塑料袋 随后消失在 一楼楼梯间的位置 大概一分多钟以后 当她再次出现时 手中的白色塑料袋 已经不见了 新的医院找到 经过忙去 然后出来以后 发起就变了 最明显的伪造 还是这名女子 进入医院的画面 这是她来到 郭磊产房时的样子 对比之后 不难看出 此时她的腹部已经隆起 民警注意到 就在进入病房前 她还频繁地弯腰 捡掉在地上的东西 显然 一名即将临盆的孕妇 是无法轻松完成这个动作的 我们觉得这个人 在行迹上非常可疑 齐磊夫妇仔细回想 聊天过程中 这名女子自称姓刘 说是诸州市路口去人 婆家是湘潭人 但交流过程中 郭磊注意到 女子一直盯着女儿乐乐看 对于一旁的儿子欢欢 似乎不那么在意 继续查看医院的监控视频 侦察人员发现 案发后 这名女子通过医院的一个侧门下了楼 从附近的小路离开了医院 离开的时候 该女子的步伐明显加快了不少 一番调查下来 民警确定了那名体态偏胖的女子 就是拐走乐乐的犯罪嫌疑人 这名女子还有没有同伙 目前不得而知 只要找到这名嫌疑人 应该就能够找回被拐走的乐乐 那么这名女子从医院离开之后 去哪里了呢 警方进行视频追踪 很快就有了发现 时间到了下午五点多 距离孩子丢失 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半小时 为了能尽快找回乐乐 孩子的父亲齐磊提出 希望警方将犯罪嫌疑人的照片 发布在媒体上 发动周围群众帮忙查找 家属当时就想第一时间 通过我们当地的交通频道 或者说通过这种社交媒体 就发布群众启示 那么被我们阻止了 在民警们看来 家属着急的心情可以理解 但是对于案件的侦查 警方有更多的考虑 就担心这个犯罪嫌疑人 会第一时间得到这样的消息 对这个婴儿的产生不利 此时警方考虑最多的 是如何确保乐乐的人身安全 这就要求我们 在做任何工作的时候 都必须把小孩的生命安全 摆在第一位 视频追踪有了新的进展 侦查人员在医院附近的一个 公共视频画面中 再一次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身影 只见他横传马路 来到医院对面的另一侧 没过多久 他又在路边叫了一辆摩迪 上车之后 摩托车载着他使出画面 通过这个摩迪的车牌号 一直追踪 从我们河上去 一直追到了卢松区 乘坐摩迪 到了我们诸州市卢松区的服装市场 这家服装市场 紧挨着诸州火车站 诸州长途汽车站 犯罪嫌疑人 会不会带着被拐的乐乐 离开诸州呢 我们当时非常担心 诸州是一个贯通南北 连接东西的一个交通要道 铁路网非常发达 如果他到了火车站 或者是到了长途汽车站 他可以去往全国的很多城市 侦查的重心 立即转移到了犯罪嫌疑人的下车点 警方以此为原心 对附近区域进行了大面积的排查 汽车站也好 火车也好 立刻布置警令 对国外人员进行排查 因为我们从解放案时间也不是很长 对于究竟发射的车刺 不管是汽车药或者药 我们是严格排查 把民警都加快了调查的脚步 希望尽快找到犯罪嫌疑人 进而找回被拐的女婴 大面积的排查大概又过了一个小时 民警终于在一家服装城里 再次发现了那名嫌疑人的身影 这让民警一直紧绷的神经 稍稍放松了些许 在服装市场里面的视频监控 发现了他的身影 就证明他带的孩子还没有离开住宅 监控画面显示 犯罪嫌疑人在服装城里兜兜转转 最终出现在一家童装批发市场 民警随即找到了犯罪嫌疑人 逗留过的一家童装门市 从店员口中了解到 视频中的女子来店里购买了 婴儿服装和婴幼儿用品 可能是买点奶粉呢 买点女儿用品呢 把小孩带回家 另一组侦察员则以医院为起点 追踪嫌疑人之前来医院时的视频监控 希望以此找到他的出发地点 就在这个时候 民警发现了嫌疑人多次搭乘出租车的位置 他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出发点 就是在他们这个石峰区 老啤酒厂的一个附近的一个老小区 综合分析研判以后 也就是说他来时上车的地点 以及最后视频追踪 他逃跑了以后的落脚的地点 基本上可以重合 也就是说他主要活动的地点 我们都已经掌握了 梳理多段视频之后 民警找到了嫌疑人没有佩戴假发时的影像 这应该就是他脱去伪装时的样子 警方将侦察重点集中到诸州市石峰区 也就是那名女子多次活动的区域 经过当地社区民警的辨认 视频中的女子就是辖区居民王某 确定了犯的嫌疑人的落脚点之后 核实到他身份之后 我们就立即开展这个制定抓捕方案 2021年4月14日晚上8点多钟 距离乐乐被拐四个半小时后 民警来到了王某的家中 发现了这个嫌疑人 就是我们在视频里面苦苦追踪的那个嫌疑人 我们第一时间就对他问他 有没有抱这个小孩 他当时失口否认 然后我们对他家进行了搜查 当时并没有看到小孩 也没有听到婴儿的哭泣声音 那孩子哪儿去了呢 当民警搜查到犯罪嫌疑人 阳台上的一台洗衣机时 在滚筒里有了发现 躺在洗衣机滚筒里的孩子 就是失踪的乐乐 在确定了孩子的身体状况 没有问题之后 民警将孩子送回母亲的怀抱 这时龙凤胎终于得到了团圆 那么犯罪嫌疑人王某 为何要拐走出生才四天的乐乐 在离开医院之后 乐乐又经历了什么呢 你是因为什么事情 面对民警的询问 王某承认自己偷走了 刚出生不久的女婴 说她这么做 就是为了圆一个谎言 王某说 她与丈夫结婚十多年来 一直没有工作 把全部心思都铺在了家庭上 相夫教子操持家庭 是她最大的心愿 可是最近两年 王某感觉 自己的婚姻亮起了红灯 和她老公是长期的一地分居 感情也不是很和睦 家庭关系也不是特别好 王某的丈夫长期在外地工作 王某带着孩子 跟自己母亲一起生活 这几年 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 王某身边有不少的亲戚朋友 都生育了二胎 看到身边的朋友 有很多人都儿女双全 王某羡慕不已 如今儿子已经十岁 他想要个女儿的愿望 予以发强烈 一番努力总算有了回报 2020年四五月间 王某怀孕了 他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家人 那段时间 王某的丈夫阿明 从外地特地赶回家 陪他做产检 不仅买了补品 还叮嘱王某安心养胎 可是好景不长 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 将他的梦想击得粉碎 可是王某不敢将 自己流产的消息告诉家人 跟家属也讲了 自己怀孕了 马上就要生了 肚子里面是女孩 时间到了2021年四月 之前说的预产期 已经过了一个月 这时王某的丈夫亲友 纷纷询问 为什么孩子还没有出生 说一个谎 可能就要用一百个谎言 来圆之前说的这个谎 这时候的王某 由于害怕自己的谎言 被揭穿之后 遭到丈夫的抛弃 思前想后 他就想去偷个女儿 来圆自己的谎言 为此还做了精心的准备 为了实施这个拐骗银额的这个计划 就是查询了八辆的猪州 有妇产科的医院 然后去了好几个医院进行采典 2021年4月9日 王某又一次将自己扮成了孕妇 他化名刘梅来到了这家医院 怕被人认出 他戴上了假发口罩 并谎称自己即将生产 正在选择医院 骗取了护士的信任 来到这家产房 见到了即将临盆的郭磊 我也是怀孕的 他也是怀孕的 对他根本就没点防备之心 2021年4月14日 也就是案发当天的下午三点多钟 王某再次推开了郭磊产房的门 趁家人不备 他将熟睡中的女婴乐乐绑在腹部 然后走出了房间 可是突然带回家一个女婴 接下来该以什么样的理由 将谎言继续编下去 王某还没想好 晚上八点多钟 家人相继回来了 王某依然没有想好 该如何继续编织谎言 让丈夫相信自己生了女儿 这时民警的到来 让王某的谎言彻底穿帮了 家庭能不能够维系是一个问题 自己已经是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要面临法律的惩处 2021年9月29日 湖南省株洲市河塘区人民法院 对此案进行了审理 被告人王某犯拐骗儿童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王某没有提出上诉 这些年呢 我们看到过很多 孩童被拐骗的案件 目睹了很多父母 在失去孩子后的悲苦 孩童被拐的犯罪 是对人间至深至爱的 亲情的无情摧毁 这也是全社会 对这类违法犯罪行为 必须坚持零容忍的原因 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 吴参谬说消防 来看看今天 吴参谬带给大家 哪些消防安全知识 说起博物馆 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电影 博物馆奇妙夜 博物馆作为民族文化 和世界文明的集中表现 大量的历史知识 和人类文明足迹 都印刻在此 是我们了解历史 展望未来的神奇之地 但是一切的文明 都有被毁灭的风险 因此我们所能做的 就是用心守护 确保国家文化遗产 不受损失 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关于博物馆的消防安全吧 无论是承载人类文明的 文字画卷 还是巧度听工的手工工艺 都是人类艺术的硅宝 智慧的结晶 2018年的9月2日晚 里约热内录 拥有200年历史的巴西国家博物馆 2000万件藏品复制一具 人类文明消亡的方式有很多种 当不可控的大火 来消亡了这一切的时候 我们只剩下了悲伤 大量的真品与历史文献 都存在于博物馆当中 一旦发生火灾 文化损失和财产损失 不可预估 那么博物馆的火灾风险 都有哪些呢 一是博物馆内建筑结构复杂 面积大 有的设有共享空间 空气对流快 极易造成火势的快速蔓延 二是博物馆内 安装有大量的电气照明灯具 电气线路辐射复杂 有的博物馆由于年代久远 存在电气线路老化的风险 三是博物馆内 由于不窄的需求 在装修和装饰当中 会大量地采用 胶盒板 木工板 壁纸 地毯等依然可燃材料 不仅增加了火灾 贺灾 而且燃烧的时候 会产生大量的有毒气体 影响人员疏散和灭火 四是博物馆内 大部分藏品 展品 以及展品的包装 陈列架等 本身存在火灾危险性 例如丝 麻 棉 毛纤维仿制品 古旧图书 字画 手稿 文献资料等均为可燃物 预防博物馆火灾 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 不断完善 博物馆内的消防设施 加大消防安全检查寻查力度 对于电气老化的现象 及时整治 替换陈旧的电气设备 二 加强博物馆内火源电源的管理 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 电气线路应采取 穿金属管等保护措施 三 消防器材 必须放在明显异取之处 销火栓应该设有明显标志 严禁埋压 圈占消防器材和效果栓 四 定期组织博物馆员工 进行消防应急演练 熟悉馆内安全逃生出口的所在位置 并规划好便捷有效的疏散路线 以备不时之需 五 游客在进入博物馆时 千万不可携带易燃易报物品 如打火机等 在馆内参观时 请勿吸烟 文物刻意陈列 消防不是摆设 让历史成为永恒而非遗憾 让文化渊远流长而非昙花一现 保护人类文化瑰宝 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莫让文明在火海中消逝 好了 关爱生命 关注消防 这里是吴蔡某说消防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